丹州山歌作为丹州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直以来深受丹州群众喜爱 丹州市常态化举办 丹州山歌每周一唱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将党史内容编进歌词里 以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 唱党史送党恩 在丹州市先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大容书甲坐满前来听歌的群众 舞台上丹州市本地优秀山歌手 正唱着自己编写的丹州山歌 人人都是山歌手 山山水水是歌台 是丹州群众的真实写照 丹州本地群众不仅爱听山歌 唱山歌也好写山歌 丹州市文化馆就收集了一百余首山歌作品 并从中筛选优秀作品 将其搬上舞台 以后我还要创造更多更好的丹州山歌 纯纯党的方针政策 2019年起 丹州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形式 常态化开展丹州山歌每周一唱活动 今年丹州市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党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自编自唱的丹州山歌的形式来唱党史 接下来我们计划要举办二十四场